大宴審議中華民國104年度中央政府總結算及副實單位結算及中紀表審核報告 中央政府留意綜合助理計畫第一期特別結算審核報告 慶榮應要列席報告審核情形質感榮性 現在僅以審計法第68條及結算法第24條規定審核應行至於事項 二要報告如初 首先報告稅入稅初階段審定是與預算設置比較 穩人度中華政府總結算稅入結算審定一兆8856億億元 較預算增加1089億億元 只要是所得稅等稅客收入超出所住 稅初結算審定一兆8957億元 交易算減少389億元 只要是各機關按業務屬住需要減少的租付還有補助及委辦監會協議 稅入稅初的差短審定100億元 年同債務還本660億元 合計760億元經以發行公債及社稅收入來致應 國營事業結算部分審定總收入兩兆8632億元 總支出兩兆5166億元 審定淨利3466億元 比較預算增加了1347億元 只要是中央銀行的利息收入增加所住 繳庫的股息紅利審定是2119億元 比較預算增加了71億元 會議因為特種基金結算審定總收入包括這個基金來源是3兆457億元 總支出包括用途是2兆9451億元 審定剩以106億元 較預算增加了501億元 主要是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論類 台電公司撥補的這些相關的這個收入 另外基金用途也水減 那選定截繳國庫38億元 較預算減少258億元 主要是行政院國發基金四股計畫為主行截繳國庫水減 另外中央政府留意綜合助理計畫第一期特別結算 稅入為編列預算 結算審定2461萬元 主要是土石的標售收入 稅初結算審定121億元 較預算減支4億元 主要是銀山工程級補助計畫經費的結疑 審定稅入稅出差短121億元 經以幾屆債務租應 其次報告稅入稅出以縮出的平衡 本年對中央政府總預算俗刑結果 經常縮出相抵剩以2655億元 資本縮出相抵短處2756億元 經以經常縮出剩以支援後 稅入稅出的差短 100億元 就整體縮出而言 本年度因為稅客收入較預算是增加了1400多億 以及各機關經費結疑 所以經常縮出的剩餘比較預算 增加了1800多億 但是在資本收入 因為國有不動產脫標率 還有浪費的繳款率位如預期 以及原定肅股計畫沒有執行 所以它的收入較預算減少了300多億 那資本縮出短數有2756億元 較預算增加了300多億 經常縮出剩餘還是不足以支援 既有資本縮出的短處 稅入稅數差短 如果在加計中央政府留意綜合助理計畫第一期 這個稅入稅數差短120億元 總共差短金額是222億元 以這個幾屆債務來支援 再次報告稅入稅數以國民經濟能力 政府估測全國總資源的供稅趨勢 定定年度輸政方針以及編列稅入稅數預算 規劃總體經濟目標 本年度積極推動公共建設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等施政作為 以及實施消費提倦措施 希望能夠增加投資 還有提倦民間消費 來提升經濟成長 不過本年度因為全球經濟成長期緩 我國受到國際警戚疲軟等因素 來駐索以及中國大陸減少進口 電子零子件等影響 所以出口率下滑 衝擊我國經濟整體表現 那麼經濟成長率呢 潛程度是0.65% 那我國這個實質 這個GDP是15兆6157億元 依照GDP過程因子 還有它的貢獻情形分析 民間消費還有政府消費 對政府經濟成長的貢獻 都有下滑 另外政府及公共資稅等公共投資 除去縮減 那麼也影響到民間企業 擴大投資的意願 所以民間閒助租金 那麼沒有辦法引導到國內產業投資 影響整體經濟動能的提升 另外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的景氣概況 本年度國內景氣逐步下滑 從6月起到民國105年3月子 景氣對策信號已經10個月成藍燈 出口貿易種子從本年度2月起到105年6月子 連續17個月呈現負成長 影響國內景氣及民間消費的意願 政府為加速產業升級 在7月份提出經濟體育的強化措施 以提升出口的一個競爭力 另外為了提進內需 在本年度10月提出消費提進的措施 到105年2月子 新增的GDP大概有181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政府在2016年4月份發布的世界景氣展望 全球經濟復甦緩慢 而且入益脆弱 將持續影響國內景氣的經濟景氣 所以政府在105年度總預算 速度來擴增稅出規模 並且定頒加強105年度總預算 及特別預算執行措施 及注意事項等規定 督促各機關來加速 各種計畫預算執行提進 國內景氣 民國105年4月到6月份 景氣對策信號 已經轉成黃藍燈 7月並且視為綠燈 景氣領先及同時指標 都已經慢慢上升 行政主席總處在105年8月份 修正105年度經濟成長力 由5月份年來的預測 1.06%上修到1.22% 政府引用持續透過長期修正策略 營造良善的一個創業投資環境 提升國內外廠商投資的吸引力 進而增進輪采就業 促進人工新出成長 提升民眾生活水準 帶動民間消費能力 來促進我國經濟永續發展 接著報告稅入稅數以國家蘇贈荒尊 本年度政府破壞進行經濟發展 建前國家財政 強化公共建設縮短城鄉差跡等6大蘇贈策略 並基於訂定內政外交等20類蘇贈荒尊 本年度中央政府具有公務機關230個 依照行政院訂定的蘇贈荒尊 及預算籌篇原則與總預算編出辦法 訂定的蘇贈工作計劃總共1123項 其中沒有族行的有5項 已經完成748項 族行中370項 營列管的管制計劃64項 經過國華會依照行政所屬各機關 個案計劃管制平和作業要點規定 複合結果呢 平和成績為優等的是1項 假等41項 疑等41項 21項 優等跟假等合計的百分比例是66.67% 比較103年度優等跟假等的比例 已經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不過哪有部分計劃年續兩年平和 是已等或是本年度平和 較103等地為低的這些情況 都有帶來加強 在這個損合中央成果部分 本年度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財務縮諸在 在合法性審計方面呢 據查發現這個財務上維修案件 有321件 情節重大報監查案處理的有15件 通出各機關查評處分有306件 通出處分輪延是338輪廓 依法修正正列稅入繳庫3億元 修正檢列稅出繳庫5億元 在效能性損計方面 發現各機關有未盡職責或是效能過低 報告監查案有33件 另外依法提供行政案有關 增進財務效能不兼具 減少不經濟住宿的建議事項有6項 最後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本部連來審核總結算跟特別結算 在送到大宴的各策審核報告裡面 總共列有383項重要審核意見 現在主要報告如下 第一個是全球經濟活動期緩 引以熟悉推動相關政策 發揮政府資本支出活絡經濟產業的一個功效 提升我國經濟成長 本年度我國經濟成長率百分之0.65% 是民國99年以來的一個比較低的成長率 那麼到依照本年度的這個GDP各支出系項 來分析這些經濟政策的推動情況 那何有民間投資動能不足 而且政府既有資本預算未能在當年度 主行完畢 另外就是出口結構集中特定產品及市場 所以容易受到這整個環境的一個影響 那應該加強延抹長期策略 活絡我國的一個經濟景氣 除去加強推動創新產業 營造良善的投資環境 那提升歲數預算 主行績效以及公共建設的這個經濟效益 即使耗費政府資本租出 活絡經濟產業的最大成效 除外要繼續推動產業升級及出口轉型 提升國家出口的一個市場競爭力 第二是財政健全方案 主行結果已經慢慢減緩這個債務局勢 的一個現象 不過債務以而占稅入的比例還是偏高 都還是有繼續來強化 財政部財政健全方案從民國103年推動結果 目前在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公共債務 本年度幾屆是890億元 這個市住是民國97年以來 幾屆是最低的一年 所以在財政改善的成效已經初步顯現 不過在債務環本的部分 本年度環本是660億 所以在整個債務以而還是繼續增加 那到104年底為主呢 這個公共債務以而是5兆2769億元 如果加計未滿一年的 這個衛廠以而1340億 合計是5兆4109億元 那麼比較103年底的這個市住呢 是減少了整個這個公共債務 是減少了330億 那主要是稅客收入超增 還有國庫減少債務的這個幾屆 不過近期全球景氣擴張7緩 那麼我國的經濟成長力相對受到影響 在經濟成長力這個左速7緩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目前政府它的控制擠債額度 就是希望說它的擠債額度呢 以經濟成長所增加的這個比例呢 來做為這個榮輸一額 那因為這個經濟成長力如果說這個太少的話呢 那未來它的幾屆空間就會做到這個限制 那另外呢 照國際間在平和政府債務的這個 這個場債能力的這個高低呢 是用這個債務以而佔政府 這個稅入收入的一個比例 那民國這個95年到104年度 中央政府這個公共債務 佔這個稅入預算的比例是在 234%到318之間 那麼紀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對這個主標的一個最佳的一個標準是 百分之150以下能有這個改善的空間 所以顯示這個政府推動這個財政建設方案 財政建設方案呢 那麼已經說到一些初步減緩債務累增的效果 不過這個債務以而佔稅入的這個比例還是偏高 那麼引以積極來檢討改善 第三是部分國營事業主要事業單位營運績效欠佳期待檢討改善 本年度國營事業營運或有營運的是11個單位 其中台糖本年度稅後淨率是137億 不過它本身的這些事業群 總共有7個事業單位都發生虧損 總計虧損金是9億 所以這個在淨率部分大部分是土地 這個售價的一些收入 那在燕酒公司的部分呢 這幾年來自助的燕品銷售量大幅衰退 而且最優勢的這個啤酒市場的優勢呢 也是足連流輸 所以本年的稅後淨率 這個比較103年度減少了10億 那除外營運發生虧損有三個單位 鐵路幾十只要用輪費用居高不下 那駐來水公司是上半年水情不佳 另外租戶這個倒座休根的補償會 所以發生虧損 中油公司是受到高雄營運廠關閉 還有部分工廠發生會計畫性的這個停留的影響 所以這個稅後產生淨損 那麼中油公司累積帶填補的虧損 1013億已經佔到實縮 這個租本額百分之77.91 那電力公司本年度雖然有淨率636億 不過它的累積帶填補的虧損呢 也是達到這個1300多億 所以在這些經營改善的措施執行結果呢 那麼部分這個縮益未如預期 另外替代燃料成本增加 這個都有帶來機器來改善 第四是部分不計存計價值的灰營業特種基金 那麼政府雖然檢討準備整併或是裁測 但是呢沒有訂定一個具體的一個作業俗成 除外這些灰營業特種基金銜助租金 金流相當旁濟 另外他們過築固定租產的族行率偏低 那麼也都有需要來檢討 那民國100到104年度邊內護士單位 預算的灰營業特種基金 都是105個這個單位 那麼分基金是由96個增加到本年度的109個 總說出規模 由100年度的4兆163億呢 增加到本年度已經接近6兆 達到5兆9908億億元 所以灰營業特種基金的這個數量跟規模 可以講是竹鏈這個扣增 那部分基金行政已經檢討準備整併或是裁併 不過呢沒有訂定一個 自一體的這個整併裁併的一個作業俗成 除外呢本年度灰營業特種基金 固定租產這個改良措施的這個結算數呢 它只佔可用預算是53.29% 所以族行率呢普遍偏低 而且這個國發基金等37個基金的族行率 不到7成 那退出一關平14個基金 102到104的族行率都不到這個7成 那之後有帶來這個MO改善 第五是政府這個公佈逐步 減核新能源的一個政策 那不過電源開發還有供電情數呢 路易嚴禁相關配套措數有待檢討強化 那我國這個本年度的這個電源結果 還是以火力發電最大中大概佔百分之78.3% 對這個俗化跟核能 這個等這個能源的這個依賴度很高 那行政院未來化解民眾對核安的疑利 還有在因應國內外能源發展的趨勢呢 早在100年11月就宣布 確保核安穩健檢核打造力能低碳環境 邁向灰核家園的一個新能源政策 103年4月更宣布 核宿一號機不輸工 指安檢 安檢或檢查核宿二號機前面輸工 那另外在核一還有核二電廠的這個用過核料 南料署那麼都已經激進這個滿載 已經駐滿了 那未來如果說要搓換的話 完全沒有這個作業空間 所以這個影響到這個核電廠的這個正常運作 另外在104年的長期電源開業計畫 新增機組呢 那並不足以應付這個退休機組 還有未來的這個負責成長 系統備用容量呢 越來越低 那麼台電公司一估105年的備用容量呢 會降到百分之9.2 到101、102可能降為負主 這個電源可以講是嚴重 那麼有不足的情形 政府為了紓解電源不足的困境呢 那推動智慧的這個節電計畫 不過在經濟部在發布的新聞稿講說 如果積極強化節電措施 那麼供電初級的情況 那可以得到戰術的一個期緩 那不過這個部分還有帶來這個繼續來推動 而且它只能夠戰術期緩的一個情況 那麼建於揮合家園跟溫宿氣體減量 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未來能夠達到這個 這個對國際社會減碳的一個長期的一個承諾 落屬環境基本法的要求 那麼期待行政院來積極投訴 這個經濟部等主管機關來調整 能源產業結構轉型還有推動節能 各種這個減緩電力出緊的一個措施 維持電力的穩定成長 兼顧經濟發展跟永續環境的目的 第六是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的推動 上計成效不過主行監督管理 還有部分採購的情況 那麼有未完備或是族行切書 列管的這個公共建設 在202項族行是3157億 族行率是93.25% 不過在計畫族行情形發現 未有效管控前駐作業 所以這個預算族行落後 另外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管理系統填報的這些 預算族行室的填報有師尊 除外在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證照 許可行政作業精進實施要點 還有這些列管的措施的一個採行 也有在落實 除外在選擇性招標 還有這個研究機構的採購 跟部分行政法人的採購 那麼都有衛福法制的這個情況 都有在我們都已經督促減少改善 第七是警力切額長期未能補足 還有消防倫理短期的情況 沒有明顯的改善 各地方警察消警的倫理 到104年底為止 警察預算的切額是8500多輪 到104年底 消防機關的這個研額 雖然較過去有成長 但是較合理目標還不足4000多輪 而且部分機關切額比例達到4成以上 這個都有帶來強化改善 第八是交易部除去推動 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評和 還有補強的措施 那麼到這個是行政院在101年 核定一個102到105的 這個國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補強計畫總計會80億 那麼在102到104執行結果呢 執行了56億5000多萬 已經逐步完成各四線 國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還有補強改善 另外在103到107年度要建築 這個地震的這個疫景的一個系統 不過這個查核結果呢 有這個耐震能力的評估 辦理補強的這些校舍 那麼還有這個2000多棟 估計改善經費還300多億元 這個部分需要在政府 再來從某經費來加速辦理 第九是政府積極推動修法 來保障勞工退休潛力 不過我們發現 那麼就是這個到105年4月底為主呢 那麼沒有依照勞動基準法 來直而提播這個的4月單位呢 有這個3萬多家 為直播提播的金額呢 1100多億 那另外94年開辦的這個勞退薪助 到104年度為主呢 提交單位是48萬多家 提交人是600多萬人 那但是個人自願提交者 只有38萬3千多人 占提交總是6.16% 這邊都有帶主管機關來督促改善 最後是留意中和助理計畫 整體預算的這個足行力 那麼這個 他的完工比例呢 是60.55% 規劃這個還有檢討項目呢 以前完工比例只有5% 這個助理工程因為部分工程 還處於用地取得 跟規劃的設計階段 所以在這個主行的這個進度 完工比例都有這個落後情況 這個牽涉到這個 人民生命安全 那麼有待 我們會督促他加強改善 以上是就本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 還有中央政府 留意中和助理計畫 第一期特別結算審核結果 做二要的報告 那詳細的情況請參與 本部所送的104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審核報告 還有特別結算的審核報告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 是先生主教 謝謝 謝謝林審記長之報告 現在開始進行委員諮詢 首先請高陸議員委員詢問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感謝主席喔 那有請林審記長 請林審記長 讓相關部會可以做檢討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喔 第一個要提的就是土地正義 925的時候 我們有反破千的這樣的一個遊行 審記長應該也知道 那我這裡第一個就要講的 就是我們繼承道路的補償問題 在大法官已經在20多年前提出了440跟400號的解釋 已經講過了 這個繼承道路的部分 應該有關機關應該要訂定期限籌措裁員 然後逐年辦理去補償這個繼承道路的問題 可是呢 我們在這個 營建署這裡 在決算 他年年都有提到就是 我們有關於繼承道路的這個潛藏的負債三兆 這三兆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 請問一下 關於道路劃設 關於就是開闢 這算是地方的職責 請問一下你們中央沒有監督的責任嗎 好 這個謝謝委員主教 那麼 在這個整個 在這個繼承道路的這個 還沒有說過的部分 這個一般我們稱它叫做這個潛藏負債 那麼是政府未來應該要去租戶的一些費用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一件事喔 政府欠人民三兆欠了20多年 這20多年 你們年年都說這個叫潛藏負債 請問一下這個政府要怎麼負責 就我了解 這20年其實我可以講一件事情喔 這20年裡如果一直強戰 這樣的一個又不給補償 其實就是一個強盜的行為 要怎麼做 我希望審計部盡快的提出一個方案 監督我們地方政府 感謝 再來我要談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徵收之後又不用的問題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工業區 但是我看到這個決算這個報告書裡面 有提出來就是閒置的問題 但是這些年來工業區跟科學園區 明明有那麼多的土地閒置 政府卻一直放任這個工業區閒置 然後呢不斷地去做農地變更 那農地又逐漸的消失 我想請問一下 經濟部跟科技部這樣子用 然後內政部又配合這個土地這樣子亂搞 那政府這幾年不是一直在強調 就是要提高這個農食 提高糧食的自給率嗎 可是我們農地一直變更成工業區 請問一下能提高糧食自給率嗎 是的在目前一方面政府 為了要加強這個投資 讓這個工業的這個設施輪 有一個用地可以用 所以設置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工業區 包括科學園區加工園區 還有各地方設的園區 可是發生一個現象就是 一方面產業界好像說找不到地 那一方面已經開發完的這個工業區 有部分這個地 目前大概有四百公頃的部分 還有閒置沒有利用 我這裡就直接舉我們花蓮兩個血淋淋的例子好了 對 第一個就在我住的地方 在花蓮鳳林的環保科學園區 環保科學園區 沒有錯 這個環保科學園區已經蓋了非常多年 當初花了十一億 請問一下 現在你知道環保科學園區在做什麼嗎 在 它現在在變成一個遊樂場 夏天的時候變成游水場 然後又放熱氣球 這個熱氣球廣告還打得非常的多呢 那請問一下 它符合當初預定要規劃成環保科學園區的這樣的一個規定嗎 嗯 確實就是在開發的時候 各種因素包括過度樂觀 所以這個環保科學園區 它當初大概有二十公頃 那麼到一百年二年度的時候呢 是租了九點多公頃 但是部分還是沒有去設廠 那我也看到在報紙上登出來就是 在夏天的時候都把它變成一個遊樂區 那年年還撥金費 年年還撥金費 然後我們這樣 我們的納稅錢是這樣子花的嗎 嗯 那環保科學園區之外 我們在花蓮 還有光華工業區 當初也是用工業的明目進行土地開發 現在卻變成部分的生產用地 變成住宅區變成產業用地 然後進行觀光產業 那這跟原本的這個編列的預算的目的 有符合嗎 我想這個工業區大部分都是跟老百姓來徵收的 那當初或許都有一些產業的一些價值 那麼徵收完以後 它沒有辦法照原來的規劃來做這個使用 考能過地或是未盡值走 以花蓮這個環保延期 其實我們又把它報到檢查院 檢查案也依法糾正 可是後續的這個執行 那麼目前還在追蹤中 那看起來成效不是很好 在這裡審計部能不能提出 檢討這樣的一個地方 全盤提出我們台灣工業區 科學園區相關的這樣的效能的問題 對 可是我這些都沒有在你的 決算報告書看到 事實上在審核報告我們幾乎每年都會把各個延期 它一些閒住沒有出租的 我們一直在督促 而且都一直列為追蹤事項 比如說嚴重的我們都會把它包到監裁那一環 所以它20年來都是一個校難非常低的一個工業區 但是20年來從來沒有改善過 可能在一些地理位置上 如果說交通各方面比較有一些產業的積極效應 那政府有一些優待資金 這裡本席要求審計部必須提出監督這樣的一個責任 也必須要看到效果 再來有關於這個租稅正義的問題 其實我們去檢討我們這個經費的合理使用之外 我覺得裁員的部分也應該要注意 本席今天同樣要提出來就是我們花蓮的案例 花蓮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 我不知道審計部知不知道 但也希望審計長這邊能夠進一步去檢視我們地方稅制的合理性的問題 因為在4月1號的時候我們去比較4月1號前跟4月1號後 這個景觀維護稅我們發現它可以一天之內調漲到5倍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地方稅法的通則 地方稅法通則我們的調漲應該最多不能超過百分之多少 這個部分來跟我們說明就是財政部在這個健全財政方案裡面 希望地方政府要加強他自有財源的一個課徵 所以像這個以花蓮來講因為產沙鼠產的比較多 那曠西的就方面比較多 所以你是鼓勵就是 你是鼓勵我們科好幾倍的稅的意思嗎 你是這樣鼓勵嗎 這個稅利要兼夠他們要有一個合理的一個稅利 好我在這邊舉了一個就是水利署 他針對這個景觀維護稅的時候 他其實對於花蓮縣政府提出了一個建議 這個是有公文的 他說這次調漲5倍其實是一種三輸的狀況 第一輸就是公共利益受到我們這個影響 為什麼 因為它影響到這個廠商去蘇峻河岸的河床的這個意願 因此呢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訴你們 這幾年的颱風 這今年的颱風 我們的狀況其實非常嚴重 雖然沒有到花蓮 可是呢我們從花蓮大橋一直到玉里大橋都在瘋橋 好再第二個 第二輸是什麼 輸在產業發展 它降低廠商投標的意願 也影響到我們這個業者生計 第三輸是什麼 既然都沒有廠商 沒有廠商要投標 請問一下你們財政怎麼去增加 水律署已經嚴正提出這樣的一個 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這是一個三輸的狀況 財政部還是讓它被查 我希望審計部這邊去檢討看看 這到底中間有沒有問題 再來 有關於花蓮今年還修正的一個就是 礦石開採特別稅支支條例 這個稅更誇張 從每頓5.2 調漲到70元 請問一下這個政府難道沒有監督的責任嗎 如果我們每一次每一次的稅收都可以這樣漲 當然你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什麼土石的問題 可是呢稅 稅制就是稅制 它必須在一定的信賴的這樣的原則之下 你不可能一夜之間去漲5倍吧 不可能一夜之間從5塊漲到70塊嘛 是的 我想在花蓮這個土石的這個採取 委員講的完全正確就是因為 政府這個河川 這個長期遺跡 特別花蓮那邊 只要做一個大水就會遺跡 所以要把這個河川濕進 來避免這個產生大水 這個是一個重點的一個工作 可是如果說 它這個運輸採取方面的這個稅太重的話 相對就會影響到像剛剛委員提示的就是 他也違反了我們這個採這個河川濕的意念 所以雙方怎麼樣來取得一個均衡 那這個部分雖然是屬於這個地方自治 經過這個議會來通過財政部備查 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來觀察這個它產生的一些變化 他雖然是地方自治 但是還是要遵守地方稅法通則 不能調漲超過30% 我這樣子說法請問一下 整記長你認不認同 就是說它這樣兩個目標 一個就是要鼓勵去採這個蘇淨這個沙石 減少它的一個大水 那一方面來徵收這個自主財源 這中間如果有一點點像政策上 有一點尷尬的話 就會影響到蘇淨工作的一個進行 在這裡本習要求沈記長深入了解一下 好我們願意來做一個詳細的分析比較 他有沒有達到三贏呢 但是水利署他是說三贖 那接下來有關於這個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 我們知道我們在這個原住民族教育法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教育的經費大概是1.9% 當然不到2% 其實以現在原住民學生的比例 早就超過了 可是呢這2%的部分有一半 都是拿來做一般教育 再來我這裡可以提一個 剛剛沈記長有提到的 關於就是國民中小學耐震能力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政策的推動 請問一下他算是民族教育嗎 這個在政府這個定了一個法 就是要來強化這個原住民族的這個教育經費 所以規範說在這個教育經費裡面 要有一定的百分比要用在原住民 但是我們發現不管是教育部 或是這個原民會 他匡列這個所謂是屬於原住民 這個教育法相關的經費 裡面有蠻多項目的 其實都是一般性的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一般性 為什麼可以放進民族教育的預算 然後排擠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孩子必須要學到的民族教育呢 這個其實 沈記部在104年已經提出糾正了 好 可是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預算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校園安全防腹 跟學校廚房設備的部分 我當然認為這兩個預算是非常重要 只是他納進去我們原住民族教育 你會不會覺得與法不合 他是不是背離了我們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精神 這個部分我們本部已經跟教育部 還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分別來提出來 而且累計說哪些項目呢 把它列到原住民族教育 其實這個是一般性的 那這樣累進來是 其實跟原來立法目的不符 我們請他們再檢討 他們也答應說未來要一項一項來檢討 比如說何時化說 真正是符合原住民教育兼會的項目 實在是從地瓜給他們的項目 這部分他就要去做 公共產生的項目 監察的項目 他的大門 可以說他是在我裡面 是在他那邊需要的 有所謂的 跟星期間 他們要去做 他們更加大的 但是人家的地方 其實他們也要去做 他們也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 有一種 所以很多年級 就是我們要去做 團體財務 是我們要去做 一個合理的一個結束 那不該列的話 應該要把它回歸到 一般性的經費 那無形中就會 把尊正用在原住民教育的部分 會輸出增加出來 我們願意再繼續督促他們 好 謝謝沈記長 那我在這邊 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依照我們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第四條 對於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族的這個教育 是要針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特性 對於原住民族的孩子 能夠實施這樣的一個文化的實力 但是這個主管機關是原民會 可是我發現原民會在這四年當中 他每年的民族教育的經費 看起來好像是逐年提升 但是其實每年都是下降的 譬如說103年度的32.30% 然後104是30.2% 105是30.5% 然後106年比105年還掉了3.3% 請問一下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審計部要不要提出執政呢 是的 我們會再繼續追蹤他們 最主要剛剛委員提示了 還有我們也發現 他有一些把他匡列 像說一個縣裡面 那麼這個學校有多少原住民學生 整個這個學校監會 通通把他算是原住民的一些監會 像這些 黃委員遭順之質詢以書面提出 請審計部書面答覆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接著請莊瑞雄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主席 我請問沈記長 請林沈記長 みneive ty 這請 movement 請問共濟 比較請問 你要去把那個最大的價值創造出來 不然這個新家不是要做什麼 行政部門該抓的 你就乾脆去把它給抓出來 你甚至於看到有不符合你們所謂的 你們的核心價值的 你應該去痛打行政部門 這個是本席的看法 所以我看到你這一份報告裡面 我確定真的是失望 我們以前在議會的時候 最熱門的就是審計處到議會去做報告 看你們好像沒什麼人要接人 大家對你們沒什麼趣味 所以本席想針對你們的業務裡面 你像譬如說合法性的部分 適當性的部分 它到底有沒有創造出更大 因為你們的審計 有沒有創造出行政部門更大的一個效能 我是很質疑你們這樣的一個審計的方式 我先來就叫審計長 今天 行政部門折損的一位幹才 你知道嗎 金管會 金管會 是 金管會主委 你也可以說自己都沒有關係 你有什麼看法 是的 是的 在今天中午 有看到這個報紙燈 新聞燈出來 就是金管會主委 那麼他請出 那在他的書片裡面 他提的就是說最主要 這段期間這個趙鋒金 最快在 遭到美國的這個監禮單位的這個 這個計額罰款的一些調查 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股票的一個收購案 這兩個案子 他覺得說他們調查以後 有一些跟疫情的效果 外界的看法不同 所以他 出足負責 這個我看到的一個信息 我不是叫你說別人的 我說你 對 那麼在這個趙鋒 以趙鋒來講 趙鋒金 那麼他是 公股銀行 他的這個董事長呢 是由政府來主派 那麼政府佔有一定的股份 那對這種公股銀行呢 在審計法裡面 對這個公司合營事業 那麼我們有定一個公司合營事業的這個審計辦法 不過他這個本身 審計長 這個平靈銀行 我要給你打斷就是說 你說的時候我看到的 那個叫做紙老虎 公股我們現在22.4% 只要 其中郭文獎的財政部就8.4% 對 所以 你整個審計機關 你審核 你這個公司合營事業裡面的辦法 第七條裡面 其實你們是有武器的 你們也是有責任的 所以我要請教你 今天折損了一位金管會主委 針對趙峰案 你審計部 你們做的些什麼 是的 跟委員報告就是 在趙峰金爆發這幾個月 除了政府已經啟動各種調查機組以外 那麼 部裡面我們是有收集相關 在主管機關 包括財政部對這個公股銀行的一個代表的一個監督 那另外就是趙峰金公股派的這些這個董事或是監事 那麼他們對這些案子發生以後 那麼有沒有照規定處理 初步發現有幾個問題 就是像說 在這個金管會定的一些海外分行 應該注意事項 那麼發生這種重大違規 他應該依法來提報到主管機關 但這個案子從報紙上登出來就是說 金管會到訴後 開財政部分完以後 已經罰款了才知道 所以這中間很顯然 包括他的海外分行 在國內的相關法令的規定的遵行 還有這些公股代表 他掌握這個案子以後 他這麼重大的事項 他也沒有提到董事會來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那麼在主管機關也是事後被告知 我們目前初步說起到這個相關確實 已經先通知這個金管會 還有在財政部 他們針對主管機關公股的監督 還有在這個銀行的一個監理這方面 那麼有一些應該檢討的地方 初步先收集這個資訊 那我們未來會再收集補查 沈機長 對 你說這都收集客氣了 你這個講法都太客氣了 對行政部門都太客氣了 你一個 你該去審計 幫人民來做一個把關 如何去做一個集合 你查核機制 我倒認為都出了問題 雖然你們是事後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發生到現在多久了 我不知道前面有人問 沒有人問 其實我第一天聽你這樣說 但是你談這些 我相信老百姓還是不滿意的 國外 也有很多 公司合營的 合營事業嘛 對不對 我們去參考嗎 你這樣到現在 104年底 政府的轉投資的公司合營事業 進入 農總會 幾千億 阿神家長有多少 是的 在公司合營的事業總共有156家 政府投資金額呢 達到5000億以上 這中間包括有賺錢的 那麼有一些長遠都虧損的 所以重點就出來了 就是你講的長遠都虧損喔 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會不會還有下一個兆風 沒人知道 他不會臨時馬上也蹦出來的嘛 你平時有在審計嗎 所以我們最擔心的 你看現在 社會大眾 從媒體操所看到的 就是說這個案件 可能都是法尊人員的問題 這樣 神記者我就要問你了 那為什麼這個問題 難道是今年才存在的嗎 這個事情我生理當時你知道 2012到2014啊 新家長也理得不是 得不是 這些東西 你說跟你們一點關係 這個本事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建議啊 參考看看 或者說像你在報告裡面所提到的 你按照你的核心價值 你說要創造最大的審計效益出來 讓行政部門 我們給他們 立法行政 還是說我們去投資的時候 老百姓名子名高嘛 你看我們國家一年舉債多少錢呢 我們有些 要公共建設的 我們去舉債 那有些我們有閒錢的 想去賺點錢 我們也去跟他們投資 這些啊 是不是記得我覺得 你還要擔當一個更大的一個責任 這個公司合影 事實上我們每年在追 那麼也發現說他 不該投資而去投資 那或是說投資以後 他沒有一些退場機制 事實上我們比如說到了歼書 我們都依法把他報告監察院 這個督促這個主管機關 該退場機制 你也知道你沒有什麼武器啦 你也只事後一個報告下出來了 給監察院啦 該違法的就移送 這個本事都知道 全國人民都知道 但問題你們的功能 不應該只有如此而已啊 你看除了趙鋒金以外 你說政府一些投資虧損的公司 你看看 我看在200 2016就今年年初 陽明去投資的光明海運 了20億了對不對 了20億了 你現在還在全球海運景區極度不好 韓國的最大件的就倒了 你知道嗎 那這一家公司 他在今年去撤銷新貴的掛牌 我看起來這個財務都有問題 請給你看看 是的目前在這些公司合影 虧損的已經有35家 而且有些常年來都是虧損 那麼像剛剛委員提示的就是說 這個公司合影 然後再去成立這種孫公司 所以在監督上就變成說 又另外一個比較 在利有未待的地方 但是我們會來蒐集這些公股 公司合影市的它本身 除了本業以外 那麼這些 他在轉投資的部分 那麼像委員提示的這些 我們未來再損去的地方 這個都要去市井 你看國光生計 亞洲航空 藥華醫藥 台灣私資 歐心環保 達隆環保 這些 這叫做慶祖藍書 都差不多了一半了 都了一半了 確實在藥華玻璃過去投資 所有美國的虧機公司 有發生很大的一個虧損 當然 部分這些生化公司 我們一直在督促他們 所以啊 這都老八生的費多錢 你知道嗎 這每一家人 那如果撩去 就老八生 撩到他們的錢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我們審計部這裡 好好去審查各個機關 他到底有沒有確實去掌握 這些轉投資公司的一個情況 應該處理就處理了 那如果都賺錢的 那如果少年都要賺錢 應該不會理解 應該要退場的說 退場 該退場就要去退場啊 所以啊 有一個重點我就認為 我要來救教審計長就是說 我們審計部 你們確實去覆起查核的這些工作 這本來就應該 可是這個報告出來以後 我看你們一年才一次 有可能 縮底吧 你像譬如說 我每一季提出報告 而且來公布 我針對有問題的相關公司 跟主管單位 審計部 你還比較接著 按月去查核 我反而會覺得說 你查核以後 然後去公布 那看他的改善情況是如何 就像你現在 一年一次 到時候來這裡報告一下 我實在是很難去想像 公布以後 他來寫一些缺失 那你要達到你所謂的 所謂的一個效能 合法性我不懷疑啦 這個效能難道你會達到這樣的目的嗎 是的 這個委員講的真的是一尊見血 就是在審計的一個效果 除了我們依法 可以種的大概就是報監察院 或是違法 移送這個刑事處理以外 那麼就是種在這個揭露 這個切屬的揭露 那揭露出來以後 包括大院 包括監察院 包括報章媒體 大家會引起大家的注目 然後一起來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可不可以改變目前的方式 來的更大 我可能改變 這個公布方式 目前就是我們 除了每年送這個總監察院報告以外 目前有半年結算報告 也是送到大院 像今年半年的結算報告 這個上個月月底 剛送來 除外呢 我們這個重要資訊 主要發現成果的部分 有比較大的案子 我們有一個成果 我們在我們的全球資訊網 我們都有主動隨時公佈 再研究好不好 我們再強化 有更好的方法 我認為目前這樣子 密度不夠 人家不怕你 另外一個問題 我本市長就叫你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保留款 政府部分保留款 太過關了 80人來到101年度 中央政府的特別決算裡面 保留可能高達1388億 這有兩個問題 你審計部是查核 你查核歸查核 執行單位行政部門 連插都不要插你 這是第一行 第二行 就是說 你這個保留金額 如果說過大 你會影響到政府整個資源的一個配置 所以審計長我覺得 是不是啊 你本來預算法裡面就有去規定了 像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一個編列要點 第十九點裡面有去講到說 保留數超過四當 保留的超過四當 你就可以不用變了 結果現在也想要把它變下去 所以說 政府有的一部門要舉債 那要開離性 要花錢 結果我去舉債來 我這裡一大堆錢放大堆保留 這個不通啊 這個不通啊 我簡單舉個例 你像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都做現在多少 保留款 一千三百六十 從八十六年到九十四年 應該執行完畢 結果到現在執行多少 不到百分之五 是的 在稅初保留款最大宗的 他們也有給你理由 我幫你講 我都清楚 而且他一再延期 一再延期 他這個達成期限 一再延期 在行政上同意他延期 狗啪 這才會看靠耶 我想你在目前這個 你這個執行率太差 你審計出來以後 他給你的理由 難道你這樣你就接受了 我要跟你講那個影響 高鐵我們這些屏東的立委 我們幾個立委都在擠高鐵 你知道嗎 全台灣高鐵都沒有到屏東而已 我用你這個保留數來省得 用這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保留款將近一千三百億 台灣高鐵走這裡一公里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齁 還沒有十四億 十三億到 通常你算一下 一公里才十四億 高鐵你如果要搞均丁 一百十二公里 還沒有一百十三 長度 算一算一百二十公里 經費都要一千六百八十億 那如果到我們東港五十四公里 算一算七百五十來的 就能蓋一個高鐵了 你政府都給我們發佈錢 跟他們說什麼的效能 甚至你如果出一個比較大的 去編特這些行政部門 去要求他把這個效能給提高 現在錢超過四年 不用保留了 政府的裁員 他就可以去做一個合理性的配置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職責重大 你們可以幫老百姓把關 可以發揮更大的一個功效 是的 我們願意再追壞再繼續強化 我不要說你這本報告 超過的客氣啦 是不是真的 要加油啦 謝謝委員主席 謝謝喔 讓你敬禮 接著請李鴻君委員諮詢 詢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又請我們審計長 請林審計長 請林審計長 議員五安 其實 照審計部的基本功能 應該其實跟立法院應該是一致的 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 來做好把關的一個該有的基本動作 那只是長期以來 我們審計部幾乎已經變成是 幫行政院做一個背書的一個單位 那這個就是覺得 讓我們覺得有很多地方也蠻可惜的 特別是在錢喔 都是人民的納稅人的錢 那如何站在一個把關的一個 該有的基本的角色喔 其實我知道你們的立場也很難喔 像你的任命是怎麼來的 就是行政院這邊 院長這邊任命過來的 那你就有一些如何來拿捏的問題喔 就好像剛剛前面莊惠雄委員提到 你的報告書裡面 是如何來去凸顯出 我們的在預算 在決算裡面 是怎麼樣子的 長期的考核裡面 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應該是要把它點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這個給委員報告就是 審計機關 最主要的核心價值就是一個 超然獨立 那麼像說 審計長的論命 總統提名 經過大言同意 所以在這個整個審計作為 我們會很客觀 如果做了好的部分 我們會來加以肯定 做了不好的部分 就是我們 對大宴通過的預算 機關做了有為師 或是效力不髒 那我們來把它擠花 來做一個克責 那最後這個結果 我們大宴 我們一起來督促 政府做好這個洋善處理 時間也不多只有15分鐘喔 是 我打個比方 我們錢的話喔 如果你用 善誕打鳥的話 還是要集中火力的話 還是把舊有的預算 其實就是拿舊有的預算 來當成一個編列 這個都是非常常有的一件事情 我打個比方 五大創新產業編列的328億 推出了121項計畫 可是這裡面喔 大部分都是舊有的計畫 然後漏洞擺出 然後分散在各部會 那實質上 依照審計的職權 審計法第二條 它的效能 還有它的績效 根本就達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 我只是用這個例子 來舉出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在編列預算 我在 在前幾天的 在預算裡面 我也跟林全院長提到 我們常常政府在編預算 都沒有用零計 而是照以往的慣例 多少 我們該有的 只是在做這邊的一個調整而已 那實質上 政府的政策 在推動的時候 應該是重新把它打掉 然後該有的政策方向 我們從這邊來去編它的預算才對 可是我們都不是用零的基礎 應該是要零計預算的基礎 還不會有一些浪跪的情況 都沒有這種的方向 那這個呢 這個只是一個案例而已 一個例子而已 那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 我們這個預算的盲點處 是非常的多 是不是這樣 甚至於打個比方 像經濟部 它的那個寬秘計畫 它那個APP的行動商務 跟本土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數位 數位內容的計畫 你去看它 它實質上它只有怎麼樣 派人到韓國參觀 那參觀它的一個平台而已 那參觀它的平台 它的流行音樂 問題 我們現在的問題 不是在它的國際平台 我們現在的真正問題 是在它的內容 你的內容不行的話 你平台建構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這樣子 真正要做出 創作出它的內容 我打個比方 現在韓國最流行的 那個叫什麼 司書列車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文化部 我們的文創 我們的文創 出口 幾乎不到三億 每兩塊錢 它的生產力不到一塊錢 這個都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這個你也應該是我們審計部 在這方面也應該要看到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給你委員報告 就是剛剛委員提了幾個歷史 事實上也是大家在過病的 包括說 在這個預算的编列 那麼沒有用完全落實 靈機預算的精神 那很多這個政策就是 因為這個很多政策是比較長期性的 但是有時候政府會換一個包裝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新的東西 但是這個預算 其實都是過去的預算 再重新再做一個新的評審出來 那這個也是長年來 會各界在批評的 那麼APP的開發 也是在政府機關 很多部會都希望加強先導 可是我們發現說 開發出來APP很多 這個效果實在是很少 沒有我講的不是說單純的一個開發 你現在是 結果你去看它只是把它 看到它如何在國際的平台一個建構 你要看的是它實質的內容 因為它是針對文創的部分 就好像你看你投資電影投資那麼多 人家泰國文創所創作的產額 是1600億耶 韓國的話是1400億耶 那我們的文創外銷產額只有不到90億耶 才89億耶 人家的二十分之一啊 這個就是問題很多的問題了嘛 是不是 那為什麼人家坐在那邊 我們為什麼差人家會落差那麼大 在文化部這幾年是有在強化各種文創的 我們補助的10元 補助的10元回收到1塊錢 我們發現說有一些它委託外界的專業公司 去扶植了一些文創 那有些都結束掉 甚至倒掉了也有 包括公園院支車會這些各方面 你看我們也是每年都補助了136億啊 結果實質上我們 每年可以取得兩千多件的這樣子的一個專利 可是一半完成技術轉移 那剩下的呢 看不見了 這也都是問題嘛 在研發的這個說到的一些專利管理這塊 那麼特別是大的機構 研究機構 我們有在把它做一些控管 市長 市長我到現在講的你都很清楚 那為什麼不把這些問題都把它點出來 然後這些問題 為什麼不去把它糾正過來 這才是重點 是的 在像說以這個專利各方面的控管 跟這個效果怎麼樣提升 部裡面在損核報告也有相關的一些這個張責 你看下一張表嘛 你從這裡看嘛 你幾乎研發經費從102年 100到04年都是130幾億嘛 是的 可是他研發的成果 在損核報告裡面 真的是少之又少 我們這幾年都有在揭落這個損核報告 都不到10%嘛 這個才是問題嘛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喔 我們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他在編列他的 他為了要 為了要怎麼樣 為了要讓他的稅數能夠增加 對 我講了你就笑了 為了要讓他的稅數增加他要怎麼樣 扶報稅錄啊 扶報稅錄啊 扶報稅錄預算 那扶報稅錄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現在政府的舉債 如果你含地方政府的舉債下來 我們現在的舉債是多少 在整個公共債務 光是這個中央的部分 那麼 目前是已經五兆四千多億 包括地方政府接近一兆 所以整個公共債務在104年度為主 有六兆三千多億 我們現在的 我們的舉債上限差不多 百分之四十點六嘛 是不是 法定 法定的 現在我們都一直如何來調控 都把它控制 現在差不多將近百分之三十七啊 包括地方 已經差不多 已經快到了 我們的等於是簡單來講 達到的這個等於就是我們要破產了嘛 那你看喔 你不只是中央包括地方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依照公共債務法第五條規定的話 就是 短期的舉債上限的話 地方政府為了增加他的稅數 稅數的預算 然後他的福報 我看了一下喔 他這個從一百年到一百零四年的九個縣市 光九個縣市 他高估的收入就將近多少 將近一千一百七十九億耶 一千一百七十九億 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那你也知道 你們也知道這個問題吧 我們事實上有在導正 而且報件產業糾正 跟委員報告就是 這幾年 打算問題是 這幾年已經慢慢在改善了 不過到一百零四年度 我們初步統計大概 他高估的還有一百一十億 這個跟最嚴重的時候已經降了幾倍下來 那我們還繼續在督促他們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喔 我們不能就是說 應該是要很嚴格很嚴肅的來看待這個問題喔 不然的話 在地方政府的裡面的 你看我們隨便抓出幾個縣市 這不是針對性的 光這個針對 這個也是事實嘛 而且你也非常清楚嘛 表示你們都很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很嚴肅的來對待 來看待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我們每年都在追蹤這個地方政府 在一般的補助款 跟一種專家補助款 沒有文號 或是根本沒有追筆收入 他把它匡列出來以後 那墊高他的稅數 然後提高他的極限額度 這幾年一直是我們在地方 審計很大的重點 我們會繼續加強 另外 像我們在一百零五年度喔 行政院還有二十三項的計畫的計畫書喔 還有修正計畫書跟財務計畫書 還沒有核定 是不是 還沒有核定的話 他累計 預算的 將近一千八百億 你沒有核定了 然後你這個預算的編列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裏面也是一個特別是跨政府的一些預算的編列喔 往往在預算書的時候匡列一個額度 計畫型補助 然後再由地方政府來提報他的一個個案的計畫 所以這中間會造成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說 預算執行率會偏低 特別以特別預算像這些治水 都是年度過來一半以後 那麼實質上要做哪些工程 預算是延續性的這是我了解 可是你要核定嘛 對 那你沒有核定的話那不是很奇怪嗎 核定的這個進度變成說 預算匡列額度以後 在個案的核定 理論上應該是在預算裡面 在編預算概算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成型的計畫 你像我們今年的106年的預算裡面 有61項新興計畫中 有41項的計畫書或財務計畫 還沒有獲得行政院的核定 那這是不是要提出就證 事實上在預算的34條 他要提出各種替代方案 跟成本效益分析 所以在這個潛注作業 我覺得就是說 站在你的立場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不需要是站在行政部門幫他辯護的立場 你是要站在糾正的立場 這就是我一開始 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這是您的 該有的基本的 您的 要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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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站在行政部門幫他辯護 要有50% 那 依照審計部的說法 就是說 行政院所屬的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辦法 行政院及所屬的各機關的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等相關法令審計 但是 將複雜或難以執行的業務委辦或由民間來處理要行政機關 那我們要你行政機關幹什麼 那我們要你行政機關幹什麼 你來看下一個表 你來看下一個表 我舉幾個地方 複稅署 106年他的微辦是多少 96% 還有比較誇張的工業局 97% 還有哪一個 還有 像是中小企業署93 然後 國民級學前教育署93% 那這個幾乎都是微辦的 那要這個單位幹什麼 我想在一個核心的業務 或是有法令 現在到法令的話 法令的一個強助力 那是不應該要 用微辦的方式來委託本簽來 你要微辦 並不是說不可以 你跟民間合作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要有一個適當性 將近百分之百微辦的話 那我要你這個單位幹什麼 那我們行政單位 我們要你這個單位幹什麼 那不是很奇怪嗎 你這個偉辦的106年我們看到了 96、97 這種的甚至於高達將近98的 那我們要這種單位做什麼 啊 陳議長你覺得咧 是的 在偉辦包括他 用這個方式來辦妥當不妥當 還有他的花包方式 不是 你要偉辦我是可以嘛 我也不是說反對你偉辦嘛 你幾乎百分之百偉辦了嘛 那我要你這個單位幹什麼 是從這個百分比看起來是有一點這個 誇張的一種現象 我們願意對這個個別機關 他偉辦力太高的部分 組織上來收集相關數量來評估 你應該針對這個部分要好好的去糾正 這個也牽涉到我們的行政效率的問題 掌握這個每個數量 我們花了這麼多的人事費用 結果做出來的是這種事情的話 這個怎麼講不過去嘛 是不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 那另外也是一樣 像我們審計部在102年的中央總預算的 這個審核報告裡面 政府推動社會住宅的這個 這個騎乘跟數量 跟我們的民眾能有落差 那這個是我們102年所提出的 那可是依照我們現在的一個政策裡面 預計112年要推到大概是多少 1萬3千戶 1萬多一點 可是我們到105年的6月營建署的統計 我們只租不受的社會住宅頂多是7千戶而已 落差還很大 那我們要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 如何來糾正它 是的 這塊我想是政府在這裡起步是比較晚 那麼在100年來核定一些短期的數字方案 所以目前的這個戶數呢 只有幾千戶 那如果說照目前的這個短期跟中長期的一個計畫 那麼大概要到這個匡列目前103到112年度 是匡列67億來補置這個興建 一個是8700戶還有獎勵民間4300戶 那麼總共大概可以增加1萬5100戶 我覺得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進度還是有點晚 我還是希望我們審計部它該有的功能上 必須要站的是 謝謝 接下來請陳移民委員諮詢 來 請詢答時間為15分鐘 選擇好的 請eria晴� nữ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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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水道的一些 这个设处没有到位 雨水道 雨水下水道的这个 雨水下水道这块没有到位 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说在2004年 闽都立台风 还有2005年的这个豪雨 带来的水灾呢 所以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编列了一个八年八百亿的 治水的预算 那后来呢 因为一淹水地区 它又有一些什么水患治理的 特别预算 所以后来增加到 1160亿 那但是因为还有淹水的情形 所以在103 104年度 也做了一个叫做 中央政府流域综合治理计划 特别预算书了 这本就是这本 你们送来了这本 在104年度 也有126亿的预算 那根据你们提供的资料 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雨水下水道的规划 刚刚你也提到 这个建设情形 他们本行就发现说 新北市跟台北市 他们执行的这个实施率呢 可以高达到9成 可以像新北市可以到9成6 那那个桃园市呢 也就比较低 5成8 但是在台南市呢 就6成1 然后在高雄市呢 就7成 换句话说就是 在这个执行率方面 有那么多钱 但是它执行率不够 那地方政府 也争取了很多的预算 但是它做雨水下水道的工程 它的公里数 涵盖的这个公顷的面积就不足 那像这种情况 审计部有想到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醒我们的 是的 在其实这个治水的这个 包括这个下水道 一直是政府长年来的一个重要输政 那刚刚这个委员提示 就是这几年 你们统计了这个资料 我们都不细细 编了大概4千亿以上的这个预算 那么在地方政府 如果说以雨水下水道来讲 那么在真的是 它的这个铺设力呢 包括在这个台南的部分 算是这几个五度里面 高雄市只有七成 高雄市是百分之七十点九五 那么这方面都 还可以再来提升 还可以再提升 包括这个污水的处理 其实上也是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 你们有什么样的 一些方式去提醒吗 我想这里面包括这个 分配到这个各地方政府的一个额度 那么像说 所以它不应该申请那么多 它申请那么多 它用不到那么多 等于是也是压缩了其他县市 所需要的预算 可能在各地方都想争取 那么在高雄市来讲 那么在流域治理计划 第一期跟第二期 他们加起来大概有分配到 15.58亿 那么在整个地方来讲 它应该在一二期 所以高雄市的水利局 大概是第一名 执行的 它在执行的上面 绩效是比较不好 它获配的这个金额 算是比较高的 那么以执行力来讲 在第一期 它这个 它分配的金额 其实是全国最高的 对 目前一二期加起来 金额是高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另外 其实还有一本 就是其实我有跟 审计部也要了 我们这个各县市的 的决算书来 所以我拿到这本 高雄市的地方 总决算的審查书 在这里面 我首先就发现说 在104年度 高雄市政府 它的税入是1114亿 税出是1199亿 换句话说 其实税入跟税出 就短差了84亿 那84亿的短差 其实就变成是 全市的市民 就是局债 局债 那如果在前面那个例子 他申请那么多钱 跟中央政府申请 他没法执行那么多 但是有一些 他没有写计划书的 他又用特别的方式 他又用举债 要特别来申请 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建议 是的 在一方面损据 这个监督预算组行 对于这种 比如说重大建设 特别跟民生相关的 其实我们都 每个月每个月 在监督它的这个执行率 那么针对它的这个原因 落后的原因 那我们看一下 高雄市的这个水利局 我只是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它的这个 高雄市水利局 它其实在 总经费超过 一亿以上的公共建设的计划 总共有22项 所以总经费 可以高达到36亿 7222万余元 但是它执行率还不错 有九成 可是呢 就是在我现在表上面的这两个 一个是它的这个 截流抽水站的设备更新计划 总经费呢 其实是有到1亿多 那104年有2000多万 可是它执行数呢 只有49% 就1154万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高屏息的流域的 这个书郡的作业 这书郡的作业 总经费是4亿多 104年度的预算是1亿多 总实行率只有14% 换句话说就是 书郡的 这个 我们说这个高屏息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高屏息 你如果书郡不做的话呢 常常就会造成淹水 排水的问题 那请问审计长 面对这个是 攸关民众的生命财产的重大建设 行政单位却执行不利 审计单位有何作为 是的 这两个案子 大概金额都蛮大 而且都是跟民生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们在设在高雄的 高雄市审计处 把它当成一个审计重点 那么进度落后 如果说有未进职责的话呢 我们依照审计法规定 是要报道监察院 有监察院来进一步来做调查 那我提供你一些相关的资料 再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我们美激台风造成的状况 其实淹得蛮厉害的 在齐山我们在西州 我们上礼拜 即使是已经台风过去了 水都退不了 上礼拜本席到 上周六本席到这个齐山 就有一个将军 老将军退役了 他告诉我说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 他们家都淹到胸部了 他们家只有一个馒头 一天一夜 两个人就分这个馒头吃 他就安慰他老师说 水应该快退了 根据过去经验 应该要退 台风都过去了 水怎么还不退 我们看下一张 结果呢 我们去看 他那个西州抽水站 才刚刚完成的这个工程 可以看到说 在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 这个高雄市政府 我花了大概七千八百万 做了一个吸收抽水站 下一张 而且呢 我们的花妈 也在五月十几号 也去剪彩 是很风光的 那剪彩完之后呢 在九月二十七号 就是在这个煤气台风来的前夕呢 其实副市长 使则也是有去 看这个抽水站的状况 可是呢 煤气台风一来 抽水站的功能就不脏 甚至也淹水 那根据他们的讲法 就是说 好 我们放前一张 你可以看到说 在右边那边 那个就是新作的一个 抽水站的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啊 其实是不够大的啦 而且呢 如果它的 它的这个 所在的地形的位置 甚至是比河床 会淹过来的位置还低 它水抽了之后 怎么从 有可能从抽水站 把这水送出去呢 所以它当地人就说 这个根本就是设计不良 事实上应该要像 石油水库一样 你应该是要往 就是你抽了之后 应该是要往上 才有办法把那个水呢 可以抽出去 但是你是从抽水站引导 然后抽 经过这个 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比它旁边的 蓝水的杂人还要小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把这个滔滔的洪水 有办法把它输洪 输出去 好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 就造成了他们淹大水 而且不要讲别的 它甚至在 在它那个结洪道的那个地方 它是用手摇式的 所以即使是 已经是男子先吸 水位都已经降下来 为什么西州这边 西山还在淹 因为它在手摇的 让它这个闸门拉开来之后 水才能够泄出去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 就有很多设计不良 甚至是施工造成的问题 更重要的就是 5月10几号去捡彩 可是它到现在还没有验收 所以台风发生的时候 其实手在 手在抽水站的 不是高雄市政府的员工 是这个承包商的两个工人 所以他们根本都不晓得该怎么办 就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请问陈机长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是的 当然这次满机台风 带来很大的雨量 不过像刚才那个淹水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下轮 那整个旗山西桌抽水站 这中间在设计上 还有在进度上 是不是说 没有办法敢在 这个雨季台风季之前 该完工来完工 它完工 但是它还没验收 没有验收 为什么要剪彩 而且现在已经在使用 那这样这种状况 那将来怎么办 这个案子我们愿意把它录下来 我会指出我们的 这个高雄市省据处 那么针对整个旗山西桌抽水站的 一个兴建 还有在这个相关的品质 谢谢沈记长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 有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 对于旗山地区的民众来讲 其实这是他们身家 生命财产 每年台风来 他们担心就是淹水的问题 在未来还是要靠这个抽水站 美农溪要把水 要能够流向这个南紫仙溪 南紫仙溪就是高平溪的支流 高平溪有一个 治水计划这么多钱 它不去做这个输菌的工程 然后沿着下来的 这个南紫仙溪 河床比较高 美农仙溪的河床比较低 美农溪河床比较低 那这样下来的情况 水根本就排不出去 它会倒流还灌进来 所以这一个换句话说 就治水的方面 输菌不去做 只会去做一个抽水站 其实是没有用的 而且这马上就应验了 你就看到说 其实这个工程方面 其实是有需要 有改良的空间 谢谢委员提前我想 在包括输菌 包括整个工程进度 跟这个抽水站个案 好 谢谢 那我们最后谈一下 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下一招 做一个深入调查了解 好 那这个是根据 好 谢谢 我们根据这个环保署 提供的资料 我们听到说 其实在全国各县市的 这个空气品质不良的战术 来分比 比较严重的就是 那个最高的那个Bard 那个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高雄区 你看到不管是 臭氧的指标 不良的污染物 或者是悬浮为例 橘色的那个Bard 都是全国最高 相较于台中 甚至之前的这个 我们说许错国小 所在这个六青来讲 高雄市其实都是比较严重的 好 下一张 我们看到其实呢 因为政府多年前 在高雄地区呢 就片射了这个石化工业区了 所以12345 五个青 全部都在高雄 125青是位于中油的 这个高雄烈油厂附近 而是在我们北高雄 然后三青四青 是位在我们的林园工业区 里面的这个中油的 这个林园厂这附近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高雄市的市民 除了临近山区人口 比较稀少的地方以外 全市的250万的人口呢 其实都陷入大量的 这个石化污染的 铺路的风险中了 我们看下一张 而且呢 根据这个环保署的调查 不管是本 乙本 或者是二氧化硫 这些浓度 绿色的 就是我们高雄的地区 蓝色的就是云林台西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 绿色的都是大概这个 不管是本 乙本 或二氧化硫 都缴这个云林台西 要严重很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 如果许臭国小 面对六青 要签校 那对我们高雄市的这些 不管在林园 大社人物的这些国小来讲 他们要签到哪里去 他们要签到哪里去 好 请放下一张 所以呢 在审计部提供给我的 606跟607页 其实有一个计划 这是一个前驱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 高屏地区空气污染物的 总量管制计划 那么看到这个计划呢 其实也是执行率 也是不太好 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到今年3月25号为止 高屏地区的总量 管制的加速645加 可是真正的 有行文的只有126加 而且完成整查的 只有37加 换句话说 整个的列管加速 不到20% 那而且呢 可以看到说 整个的追踪管考方面 是呈现了一些问题啦 所以本席是在这边啦 也是建议审计部 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一个 空屋的这一个计划 能够好好的 好 我看到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咨询 巡答时间为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有请林审计长 请林审计长 每年我都针对决算做咨询 当你的口头报告比较简略 提出十项比较重要的部分 事实上你的评估报告 整体评估报告 不管是从这个整体的审核的报告 或者是针对公务预算的执行部分 或者是针对特种基金跟财产法的部分 你大概提列了 有72项待检讨的事项 这些提出这些问题 是给各执行单位 各机关做一个执政的参考 如果去修正 如果提升绩效 如果改善缺失 好像对他们的约束力比较不够 你知道72项分析起来 有的很严重 有的只是这个资路上没有建立好 是执行面不够 那有些是政策面的问题 有些是人为人模不张的问题 像这些你应该轻松缓急 急待要求立即改善事项 或者是希望说 在几个月内列管管制事项 我才知道哪些问题是最严重的 必须立即做改善 立即做处理 立即做解决 可是你这个报告里面 蛮厚的一本 我也从头到尾这样看 每一个都说 希望该机关要执行 要执行更彻底 要有改善的作为 或者要检讨 都是检讨 改善 你点出问题 但是你没有提出solution 所以solution是要各单位 自己去测进 去检讨 去改善 但是问题分很多种 问题有急迫性的 紧急性的 或者是有长期性的 制度性的问题 所以你要把这些问题 做一些区分 我们才能从你的报告里面 如果去有效监督单位 监督行政部门的执行 你对以后你的报告 撰写这个方式 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可能性 谢谢委员的主教 就是这种表达 或是目前是按照各部会 然后可能在各部会的表达里面 我们是按照它的公务 还有会营业跟营业 几个变相来 所以在参业上可能就 对同一个部会里面 我们列的一些重要事的意见 其实我观察过 我连续三年都咨询你的决算 其实内容大容小于都是那几个重点 这有些恶化有些改善 基本上 基本上它你们 这个点出问题的要向跟方向 基本上往年都差不多 所以我希望说 你要针对 连续三年这个问题 到底存在 它的恶化还是改善 你要把它点出来 我们这个国务院审核 这个决算报告 才有它的意义存在 否则这个72个都是问题 这一点谢谢委员的属教 我们愿意把它作为 在105年度 急诊室你要减伤分类 这个马上要急救了 这个可以让它等两个小时 再观察一下 有些小感冒 有些是猛暴性肝炎 有些是中风 问题不一样 非常好了 你要把这个问题 做一些区分 我们才能有效去监督 几个问题 从你的报告里面 特别针对这个对外投资 不正的问题 我们的对外投资 是对外投资 或者对外贸易 是台湾的经济的 主要的核心根本 如果国内外的投资 不正 招商不利 或者投资环境没有改善 或者跟其他国家的 FTA ECA等等 投资贸易协定 没有有效签署 当然会影响到 台湾的经济整体的竞争力 这里你同意吗 同意 你的报告也写到 我们跟韩国 南韩跟新加坡比较 我们FTA我们签了六个 六个非常有限 而且都不是主要的贸易国家 南韩签了十八个 新加坡签了二十二个 所以因此他们FTA 他们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都大为提升 另外 我们没有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所以我们国内投资的诱因 严重不足 没人买投资 我说一说 我们如果比较四年前 2011年 我们对于整体的对外投资 只有37亿美金 2015年是108亿 是桥外投资 来台湾投资 总共怎么样 尾缩多少 尾缩190% 所以这种情况 你面对这种情况 国内 国外 不管是韩国或者新加坡 他们一直重视他们FTA 他们感染他们投资环境 招商 不管是对外投资也增加 桥外的投资 国内也增加 可是我们呢 我们这个数据 真的很吓人 平均投资的规模 2011年还有1200万 到2015年值2300万 所以这种情况 代表说我们的 你点的没有错 你的报告里面 看得多 26项 大概116页 所以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投资的 这个金额 是明显的下滑 这种情况 你不能点出问题 可是我对照这个经济部的报告 他说他提出很多 这个改善环境的 招商措施 招商措施 但是从你们的报告来看 从你们报告来看 我觉得是没有 没有改善 这点没有 是的 来 经文报告 我想在这个影响 这个经济成长力里面 有蛮多因素 有些像说 因为我们国际上的 这个比较 比较没有办法像韩国这样 有一个很好的一些 各国的关系 所以整个贸易额 我们有签订 这个猪肉贸易协定 这个猪肉还不到百分之十 跟这个其他 这个邻近国家差异起来 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落差太大 所以你那投资 投资外移的状况 这个四年来非常严重 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数据 2011年跟2015年 为什么我们的国内投资的厂商 你如果外移到国外去 第一个 就位机会就减少了 中下游产应供应链会受到影响 对 比如说最近 这个国内的这个大厂 被地方政府说停止发给它 这个执照 它就没有办法运转 马上就是1400个工作机会 整个上下游产应链也受到影响 中央跟地方不同掉 那这些这个大型的厂商 他一定要符合国内环保标准 他一定要符合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他才能生存 他才能受到这个民众 在地方上的这个支持 然后你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完全不同掉 地方政府说他违法 所以我不发给他这个继续使用的这个执照 经济部说他OK 没问题 那到最后 这厂商就这样 他就外移了 所以你从2011年到2014年 这个外移的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大 为什么外移 沈县长 为什么外移 是的我想这里面在国内这个投资的环境 包括他们产业才讲的这个几切的一些问题 轮啊水啊 这个电啊 各方面 那么都是一些影响到这个投资 我想在整个经济成长 政府可以比较有效掌握的就是政府本身的投资 还有他的一个政府的这个投资的一些执行进度 包括政府的一些这个消费力 但是从这个我们这个GDP的这个贡献来看起来 就是在政府的这个消费 还有在政府跟公营事业的固定租本的形成 这几年的情况都不太好 所以孤立资本形成很重要嘛 这个简单的事情应该可以来 这一点我就要再继续跟你讨论了 孤立资本形成就是扩大公共投资嘛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你一而再再三强调财政几率的重要性嘛 所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要做财务 这个债务的平衡嘛 所以财政几率很重要 你一而再再三强调嘛 但每个时候 每个时代 每个时空背景 都有它不同的经济的政策的需求嘛 好 六七零年代 那时候就强调用这个公共建设 用扩大这个资本形成方式 来提振国家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嘛 那时候有到七 有到八 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不对 你现在用货币政策 它的效果非常有限啊 你不管是在欧盟 美国 日本 它的货币政策都到一个极致 刺激或促进经济成长的力度啊 严重递减 那很多国家就思考 如何用有效的财政政策 用政府的资本形成 来提振这个带动需求 带动投资嘛 所以借其尊 你就要利用这个时间点 来扩大公共建设 扩大公共投资 由政府来引导 否则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你看我们的台湾厂 本土企业有很多爱台湾 但是被逼着要离开台湾 结果到哪里 到中国大陆被欺负 到越南也被欺负 我们不仅没有办法在台湾能够深耕发展 促进台湾进行发展 又让他们流浪海外 又没有办法有政府的能力 来保护他们在国外的投资的状况 因为我们没有FTA 我们没有ECA 你跟越南签订的投资保障行李是30年前的事情 你现在遇到事情被围场被抗争 损失的全部台商 他们自己完全吸收 政府帮他们做了些什么 我们只把他赶走而已 所以我们台湾的竞争力一直没办法提升 为什么经济成长力一直没办法提升 政府在扩大改善投资环境 招商这个部分没有做好 是的我想在招商的部分 还有在怎么样能够保护在外的投资 政府一直在做 可是力道比较不容易自己掌控 那刚刚各位委员报告 就是在政府本身的投资 我们看到在政府事实上 有微量来增加公共建设 像说105年的1812亿增加到1869 实际长你觉得微量有帮助吗 百分比太低 还是太低嘛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说 政府公共支出或者资本行程不足嘛 公共建设不足嘛 比较容易自己政府来掌控到了 比较容易做到了 一个最基本的公共建设 那我们发现说国营事业 其实106年度的投资 比105年度又降下来 就把公务的抵消掉 实际长我跟你说这个概念 经济如果死掉一滩死水 你再去怎么平衡都没有用 你要先让它活起来 活起来之后想办法再平衡嘛 对 你整个经济都死掉了 都摊在那边 你怎么平衡 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的 你要想办法让它活起来 精神力拉上来之后 你再想办法去平衡它嘛 你不要一而在完全是 完全以财政纪律为优先 不同时候有不同的做法 您同意吗 我同意 就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下 整个政府的这个相关政策 看是哪一位是最优先的 应该要有一些合理的一个搭配 所以在政府这几年 你的报告好像没有写到这一点 你的报告没有写到这一点 你的报告还是坚持要财政纪律优先 你应该要适度扩大政府资本行程 或者公共监测资本行程 扩大公共投资 带领这个经济成长 你报告有什么 我看几年都没写到 有事实上在我今天的报告里面 对这个怎么样来带动这个经济 提高竞争力 在各个面向事实上 我们也算尽到一个提醒 督促的一些这个出发点 事实上这块做起来 不是短期做得出来 但是我希望说 起码在议算族行率最快能够提升 马上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在国内的一些活水 能够有一点动转 所以你是一个政务施政的一个警示中 那他们左偏的没有做好 你可以马上 要求他们改善 那你要提出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比方说WF 针对台湾的法规的竞争力 落到37名 为什么法规竞争力落后 就是没有办法与时寄进嘛 你新的环境要用新的法规来做规范 你要保持更多的韩性 而是你如果把所有的企业 把所有的厂商 你没有慢慢活下来 那影响到整个上下游产业供应链 影响到这个国民的就业的状况 当然直接影响到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是的我想在刚才我也提到 在像说最近公布的一个 这个WEF的一个竞争力 虽然整体我们有进步了一扁 可是在法规鼓励外人 直接投资的一个程度 我们落到87名 变成说混货断班 所以在有一些面向 从这些指标 我们会适当时间提供给政府 请他们怎么样来 这一点我也在你的报告我也没看到 在各个面向来做一些说法 你也不过我看得到 这个是最近才公布 这个法规被人家过病 往往一个还评 你没有经过三五年 你还评 你这个要扩厂 根本就没有办法过 你厂商 企业怎么可以等你一个 等到三四年 光是一个还评 三四年 你要地方还评之后 还要中央商还评 企业没办法生存 那当然我们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企业如果都要外流 台湾经济根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永续发展应该各个变相 包括这个 当然环保跟经济发展同等重要 包括一个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理性去施变 前提当我们要兼顾这个环境保护 在环境保护 这个确保情况之下 我们要最大力度协助台湾的厂商 在台湾投资 帮助这个带动经济发展 像我看到很多都是把台湾赶出 把这个企业赶出去 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就是这样 不能理性去施变 不能去理性讨论 我们很高兴看到政府在这一块 这个政府好像是看这个 在跨裔的整个这一块 看民调在 接着请李燕秀委员咨询 寻答时间为15分钟 谢谢 我是不是可以邀请沈记长 请林沈记长 愿意无安 谢谢沈记长 我首先要跟沈记长说声 这段时间非常地辛苦 因为国家的财政确实非常地艰困 非常地辛苦 我过去在台北市议会 这么多年也看到你每一年都有机会 到台北市议会去 针对于未来 其实各县市政府 花费的状况 如果每一年你到各县市去检讨 但是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进的话 其实我建议沈记长可以做一个公布 我觉得这也让未来的各县市的裁员 可以做更好的活用 因为每一年各县市政府都会到中央来要钱 大家为了这个统筹分配款 大家吵翻天 所以我还是希望沈记长 过去对于各县市的检讨 发挥财政的状况 我觉得真正可以落实发挥更好的作用 但是我今天回过头来 我还是要讨论一下 一阵税 实物 这个实贞税波动很大 长照的裁员 其实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其实我想沈记长 不需要我太多的 提太多的数据 沈记长你应该知道 目前国家的财政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那大家都也在讨论说 无论是年金也好 国营退休金的准备 其实包括这一阵是从媒体上可以看到 包括有几个国营事业 会面临大批的退休潮人员 所以对于财政 包括长照的问题 所以国家的财政 确实是非常的艰困 那我要请教一下沈记长 说到长照 我留意到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 民进党政府也在提说 未来打算把一阵税的部分调高 作为长照的指定裁员 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段时间 长照的整个 在过去这十年来 整个长照的 包括移政税的部分 到底缴了多少钱 我稍微把数据拉出来 过去马政府把整个移政税 调降到十个percent 我从数据上 我们可以看 每一年从95年到104年 我们看这张表 几乎每一年不会因为 我们的移政税降低 除了99年因为是有王永庆 那一笔移产税之外 我们那一年的移政税特别高 98年马英九 降低到10%的这个移政税 但是我们却观察到 没有因为移政税的降低 而我们移政税的收入 税入特别的高 我们看下一张图表 大概就有机会 可以看得更清楚 主席讲从99年 这一笔是因为 这个王永庆的关系 其他这几年 其实移政税的降低 并不代表税入有机会增加 我要提的也就是 未来如果现在新政府 打算把移产税再提高 无论10个percent或20个percent 从这样的数据去观察 其实税入不见得会提高 因为需要付移产税的人 他有他结税的方式 我这样讲 主席讲你同意吗 从我刚刚数据上这样显示 包括从我这个过去10年来 我整理出来的数据表 你同意我这样的论述跟说法 跟我这样的逻辑来去推论 我想在长照 因为现在老人化以后 这个长照是一个国家 很大的一个实证目标 那长照的裁员 这几年包括说 是不是要用保险啊 或是说要不要调升这个营业税 那甚至在移造 移产赠业税的部分 都一直在做一些 不同的面向的规划 最近的趋势 好像比较偏重说 要从这个移产赠业税 就陈如委员 刚刚提示的资料就是 这个移产赠业税呢 其实这中间很多 可以用一种轮轮的方式 去事先做一些规划 那这几年虽然把它降低到 百分之十的 这个移产赠业税 但这里面呢 那税率降低 但是这中间很多 利用这一段 这个比较低的 这个赠业税的时候呢 来做一些财产的 一些赠业 所以每年这个赠业税 这个金额 没有因为降低 百分之十 然后让这个税 有很大幅度的一个降低下来 那未来如果说提升的话 我们最近从这个观察看到 在因为政府有放出 要提升移证税的一些 这方面的政策 那即便提升十个percent 过去五十percent 大概每一年都还是在 维持在两百多亿 到三百亿之间嘛 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 即便新政府 未来长造的裁员 如果把移证税调高到 二十二十percent的话 二十个percent的话 二十percent的话 其实税入还不见得 有办法增加多少 我个人有相反看法 就是不会说提升了一倍 然后就会有增加很大的金额 因为可以透过一些 这个财产的一些规划 用其他方式 或是延返以后的 这个这些赠业 那在整个财员 事实上它没有办法 像说一个税率提高多少 像营业税提高多少 就有多大的百分比 在最坏是比较不确定 所以不确定的因素特别高 我就担心说 新政府未来打算只有10% 用遗产税增加10% 来补足长造的财员 这件事情 我担心做不到 那到时候钱从哪里来 我不希望 新的执政团队进来之后 大家对于长造 都有很多的期待跟期望 但是如果照我们刚才的逻辑 跟过去十年来 对于这个数据 遗产税的税入来分析的话 其实它还是一个机会税 因为富人有它接受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在政府其实要多元的规划 包括像说 烟监 包括一些 这个采建的一些收入 这个比较能够掌握一定的收入 必须要多元化 如果说光是依赖 一个遗产赠业税有比较大的比重 恐怕将来在这个 财源的掌握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落差 这个 因为我要提醒的是说 长造它毕竟还是国家 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我想不论各个党派 朝野各个党派 都支持这样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上路 我们当然希望 它是一个稳定的财源 公共预算的财源 可以做得好 无论是从烟捐也好 或者是从遗产税的增加也好 我觉得这个未来 可以拿到实际多少的财源 其实我都还是有很大的疑问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主席长 我也关注到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 在遗产税的部分 其实上我们是 允许用食物底角的部分 来去做处理 也就是说 其实遗产税有很多 遗产税处理的方式 一个用现金也好 一个用食物底角 这是政府国家所允许的 那在食物底角的部分 从99年到105年 其实大概都有 1200多亿左右的食物底角 目前在我们财政部这边 主席长 这1212亿 累积到今天为止 1212亿左右的数据 事实上不是一个 很小的数目 如果以我们现在 目前新政府所规划的 长照的财源 来去计算的话 1211亿 等于7年长照 目前2.0的预算规模 1211亿 如果除以 我们目前打算 178亿左右 每一年来编列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做7年 小英政府大概 如果把食物底角 好好的去做一些处分跟处理的话 大概长照 不需要烦恼 那如果以 国民党过去的版本 用长照保险的规模的话 他大概可以做到一年 做得非常好 所以回过头来 现在这个阶段 除了我们刚才讨论 遗产税的提升 它有可能是一个机会税 对于未来 长照是不是一个稳定的 预算的方式规模 事实上是令人担忧的 第二个阶段 我要跟您探讨的 其实回过头来 还是我要提一个食物底角的部分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目前 主机长 我们食物底角的部分 到今天为止 其实累积的数目 到104年为止 食物底角的税款 为713亿 但是 从真正处理完之后 有638亿 也就是说 这个差异数 大概有一成多左右 其实在食物底角的部分 很多 过去我所了解 大概都是土地 那土地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是保护区 还有一些土地是 刚好在道路的中间一段 马路上 对 马路上 但是县市政府 它开闭道路 都是要整段一起开闭 它不能只开这一段 也就变成说 我们的财政部 或付税署 收到这些食物底角的土地 其实是根本 没有办法处理的 不仅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我们都还要负担 很多管理的责任 在这些土地上 发生了治安的问题 发生了交通的状况 可能我们都还得负担国赔 所以 这个部分 造成也很多管理上的负担 在这个中间 那包括 我讲没错 就是在这些 这个底角的这些税 有一千多亿 但是土地占大部分 土地就像委员讲说 大概有一半都是什么 公共设施保留地 或是这个道路的用地 所以事实上 这个政府 包括这个是 伦敏的 已经开拓的这个道路 政府都还没办法去把它收购 何况是政府本身 这个所有的这个底角的税 所以这中间大概 有五百亿 五百多亿 都是公共设施这块 没有办法 很快得到这个收入 那另外就是 有一大部分是股票 股票 股票少数是公开发行 有那个实质价格 那么有部分这个股票 包括上市 包括未上市 事实上在帐上 帐上的一些股票 所以在这块 在储分起来 都发生 就是低了 税多 但是一卖 也卖不了这么多钱 所以在这个底角的 这个 食物这一块 食物上面可能都还要打一些折扣 对不对 对对对 都会发生损失 或是有些土地卖不掉 那股票 土地不仅卖不掉 现在很多政府的土地 还不能随便卖 因为相关的规范 我们还不能随便卖 不能随便处分 而且管理上 我们还要多出一笔费用出来 管理的费用 而且有时候 在这些土地上 发生有一些治安的死角 或交通事件 我们政府还要负担国赔 所以局长 我认为 这些状况 其实我觉得是 未来在审计单位 我觉得可能要要求行政部门 未来在这些赴税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要重新再去检讨 特别是 这几年土地的价格 这两年可能整个世界的景气 台湾的景气 土地价格可能往下滑 食物底角用土地的部分 有可能也会增加 这个数字也有可能会增加 那明年的状况 如果不知道新政府 他拿多少 他要增加10个percent 但我不知道他实际 预估到底有多少钱 可以食物拿进来 去做长照的裁员 因为新的版本 包括未来要不要用 冤捐冤税的部分 我都还不确定 虽然从媒体上可以看到 但是我认为 主计单位 审计部这边 应该有责任 要把这件事情 反映得更清楚 让新政府去了解 一个机会税 来去做长照的固定的裁员 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我觉得 它的稳定度并不高 那如果 政府在实行的过程当中 还要到处去找裁员的话 那难免整个长照的政策 就会做得七折八口 是的 在我们委员的主教就是 我们希望整个长照 有一个稳定 还有比较多元性的一些 这个裁员 那么在整个政策实施 会比较容易落实 那另外在这个底角食物的部分 有一些接收的财产 比较不合理 所以事实上在上次修改 宜政法的时候 那么也规范说 将来要底角食物 要有一些比较容易变现的这一块 那么在这个接收的时候 有一些初步的规划 那我们部里面对这种 这个底角食物的这个处分 我们也一直在盯着它 希望说能够真正去卖的部分 能够早一点去实现 那么能够来落实 可以减少国产署管理上的负担 然后譬如说像台北市 它光是100坪以上的闲置土地 大概就达近100万平方公尺 所以这些土地其实根本不是 我们国产署有办法去做处理 所以我认为未来 审计部应该针对国产署 包括我们部署署 未来怎么去处理 这些食物底角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更完整的规范 另外我想利用1分50秒的时间 我要跟主计长请教 最近我关注到新政府 最近送进来立法院 马上要开始审查的预算当中 有一笔预算 我要再次提一下 因为环保署其实说要升格成为 环资部已经是一个很久的时间 那我关注到行政院应该直接努力 把环保署直接提升为环资部 但是对于行政单位里面 我发现有很多的黑机关 或有一些临时常设的单位在里头 这些组织编制还没有过 但是预算已经送进来了 我不知道立法院今年 有没有机会处理 因为这个机关事实上是环保署的 环保署的毒物局 它过去它只编列3亿左右的预算 这一次我关注到组织编制 没有过的过程当中 但是它已经编了6亿的预算 放在预算书里头打算来审 不只是预算额度增加了3亿 包括主管的坐车也都编列了 我不认为这样的预算规模 它是一个临时性的设施组织单位 如果是一个临时性的 从来没有喊过 那我可以接受这样的预算 可以去做这样的执行 毕竟毒物局未来要处理的 大概关注的大概就是实案的议题 我想实案的议题 大概都是国人高度关注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单位 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支持 但是如果没有通过组织编制的动作 直接把预算送进来 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不断关注到 其实新政府单位里面 一直有这样的状态 不断关注的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但是希望有问题的 应该是什么 不断关注的 来 我会认为在议题 我想在这段的预议 好 謝謝 接著請黃偉哲委員諮詢 尋打時間為15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 林審議長以及各位長官請審議長 請林審議長 請林審議長 林審議長你好 我想說有一個問題 一直是我們預算審查 以及預算執行中間 算是一個盲點 體制上依法論法不見得有問題 但是實質上的合理性 我覺得其實民眾是一定會質疑的 哪個問題呢 國營事業 從這次趙鋒金的趙鋒銀行 他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讓人家覺得說 那你這個銀行雖然是關股值 佔將近20% 17 8%這樣子 可是你銀行出了問題 這個到時候虧損全民還要買單 那這個東西 一方面我們也監理不到 一方面你要跟工股代表追償 有時候他薪水又沒那麼多 他財產也搞不好也沒那麼多 以趙鋒金為例 被罰了57億台幣 工股損失起來 這樣子將近十幾億 十一億左右 十一二億 你說那些 這個董監事工股代表們 他有那麼多錢拿出來賠嗎 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大家 納稅人就要負擔了 應該要負擔了 他現在就要負擔了 那那些人 他要負擔了 這個 他就是她 那幾億 クソ 我們現在 一陣子 他預算要送到立法院來嗎 不用的 依照決算法 他預算要接受你們監督嗎 他預算的執行要接受你們監督嗎 也不用 那請問這些 豈不是變成了話外之名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在法治上 神機部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見解 可以來處理這個問題 是的 我想這個委員講的 就是一個一尊見血 就是 就是 長年來在世界各國都希望說 這個公營的事業 未來要讓它提升 它的一個經營效力 那麼很多國家都把它慢慢 把它平年化 這個當然是世界的潮流 世界的潮流是 就是說避免去干預過多 因為 事實上公營的機關 或國營事業它的預算程序 是很繁複的 有時候在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裡面 是不適合的 沒錯 可是問題是 人家台語的一句話說 人家怕死 怕死 那你現在問題是 國家的資本 人民的血汗錢 這個轉投資出去的這個企業 對於事實上 對於事實上 完全沒有辦法監理到 完全沒有辦法趨述到 你說事前預算審查或內部的程序 是很繁複的 沒錯 好 為了防備 好啦 那你就算事前的這個預算機制 他們也拿來立法院來 好啦 那事後的決算機制 你們有沒有辦法 是的 我想這個已經造成一個事實 就是目前在這些公司合影 那麼政府偶有一些控制力 但是它的預算跟結算 那麼是可以不做到這個大宴 還有在損計上的一些監督 那最中間一個補強就是說 在裡面的一個內部控制 還有這個相關的風險 這個是需要再進一步 有像說財政部 那麼怎麼樣來透過它的這個公股代表 那麼來強化它本身的一個 公司治理的一個強度 那其實不管是大宴的損益 監督機制比較弱 損計的監督力道其實也相對 跟一般的公營的這個事業 也降低很多 我們只能夠透過在這個主管機關 它投資的時候有沒有符合預算程序 然後它的本身的這個效益 這個投資的效益有沒有達到 還有它公股代表有沒有進到這個政府 給它的一些主令 從這些比較周邊的部分來掌握 在力道上其實也是不是很強 但是從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我們覺得說像有一些 在本身金管會頒布的一些相關規定 它本身的這個遵行不夠 它對這個重大數再沒有反應到這個主管器官 對啦我知道那個所謂法作的問題 還有在公股的一個代表 它本身的一個風險控管 還有在對這個事情的處理 也都有不夠的地方 我想在目前除了說 這個公部門 陳生涯有同立小組 所以我跟妳講通案 你通案的問題是 所謂的為政治道 當然是發生問題之後 能夠亡羊補牢 你那隻羊跑掉了 你再去追 慢慢去追沒關係 但是你要亡羊補牢 所以說在法治層面來講 或是在立法修法的層面 你會有什麼建議 將來對於一些國營事業 它的轉投資 如果像這次招風金 公股只剩十七八趴 那個東西你當然沒有過半 但如果轉投資的部分 公股換算起來 是有實質的過半的話 那要不要受到另外一套建議制度 來建立 所以我想在以這個案子 也是一個網洋捕撈 那我們目前正在做一些 相關資料的縮集 也發出這個思辨通知 那未來在包括行政院的這些小組 都會針對這個案子 找出它的病因 那對這個除了招風以外 還有其他 類似的這個公股銀行 包括海外混行 我想這個案子 我們也願意再投入更多的一個 我在跟你講國營事業 你在講公股銀行 這個倫理來說起相關的租信 陳議長 面對啦 你要面對問題 我在跟你講國營事業 你跟我講公股銀行 我說從公股銀行 趙風基金雖然政府這個資本 沒有佔超過百分之五十 但是實質照著損失 但是我現在要你 要你給意見的是 公股 政府資本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些企業 公股銀行 不僅是銀行啦 也不僅是海外啦 是這些企業 你將來要怎麼加強監禮 就是說 在法制層面上 有沒有修法的必要嘛 要不要修法嘛 或是說將來如果修法 我們立法院修法之後 要求這些公司的這個 尤其是公股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喔 然後他的子公司 孫公司 他的一些財務報表 或是他的一些執行的東西 要不要這個 除了跟母公司負責之外 要不要也送一份到審計機關 來聊 讓審計機關從外部 來去了解 他有沒有這個 所謂的王法的地方 這份才有用啊 你不能說 這個到子公司 孫公司 大家都鞭腸莫及啦 變成淪為政治分贓的肉桶啊 有些人有關係的 有辦法啊 就是躲到這個 國營事業的子公司孫公司 結果造成肥貓一堆 子公司孫公司的這個董事長總經理 領得比母公司還要高 領得比母公司還要高之後呢 他再去 他整個公司的運作 到底是賺錢虧錢 還是如何賺的 如何虧的 是不是可能賺的更多 是不是可以虧的更少 完全沒有人管 這部分是我們在意的啦 所以才跟你講說 在法制上 有沒有辦法做 還是說你們做審計部 反正是好關我自為之 我這個反正監理 管得越少越好 是不是這樣子的 剛才委員報告就是 純公營事業 當然在整個一結算 還有在審計上 我們都做得很落實 子公司孫公司啦 在這個主公司 如果說公營事業 他自己設的一個主公司 那麼基本上還有一定掌控力 那目前像說 這個投資的一些公司 子公司有掌控力嗎 超過150幾家 超過150幾家 那像這些150幾家 他在設的孫公司 那最快再租 沒有喔 我講的孫公司是那個 公股佔的 這個股權比例還佔50%以上喔 如果說公股 他就跟民營機關合組 那公股都被稀釋掉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太多 那上好幾百家 上千家的都有喔 我講的是 公股佔50%以上的喔 那這部分你管不管 這個部分你要不要管 公股佔50%以上 他本身是一個國營事業 沒有喔 雙公司 他的主公司 分公司 那麼在這塊租信 我們還容易比較 比較容易掌握 那如果說他不到50% 他成立了一些 主公司分公司 像委員講的喔 那麼他的這個 我們掌握的租信 或是各種這個監督力道會 就很間接了 更小 這塊是更小 那我們過去也提過意見 就是像說 他所有的這些 這個孫公司這塊 怎麼樣能夠來強化 主管機關的一些 這個掌控能力 那麼包括像說 他的待遇規範 就像我們過去有提供 這方面的意見 我們願意再利用這個機會 再來做一些 那你提供這方面意見 書面給我一份好不好 給我一份書面了 你們過去對於這些 國營事業的子公司孫公司 我們過去提了意見 我們願意再整理一塊來給 整理一份給我 給委員來 將來怎麼做 因為這個部分 將來我們不希望 變成一個死角 變成一個陽光政治的死角 反而變成一個 肉桶政治的一個 一個分章的地方 不要說分章那麼難聽 就是說 那邊任用親人 任用私人 然後大家這邊吃香喝辣 然後這個也沒有實質的貢獻 變成錢缺了 那過去你看 我們立法院在審查 退府會所成立的公司 或者是哪個 這個部會所成立的公司 或是哪個 國營事業所成立的公司 都會看得到 但再往下去 就看不到了 就像海洋一樣 太陽光所能透進去的 只大概50公尺 這50公尺以下的深海 太陽光都透不到了 更不容易掌握它 這種情況下 這個即便是公股佔多數 你們還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部分 是根本的問題 是一個法制層面的問題 是一個道理的 是非屈指的問題 你們要去處理 好不好 給點書面意見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給我 過去把我們做的一些意見 來整理一下 那未來怎麼做 你可能要給我書面了 好不好 謝謝審議長 謝謝委員 許委員育人之諮詢 以書面提出 請審計部書面答覆 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接下來請中嘉賓委員諮詢 請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在場的委員同仁 那麼列席的 審議長等同仁 還有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那以下呢 我就來請教林審議長 幾個問題 好不好 來又請林審議長 各位好 神經長好 請教一下 神經長你自己有沒有車啊 汽車 我那個我們 部裡面有 自己個人 我個人不會開車 開車 你家你有沒有自由住宅 有 有自由住宅 你從開始購宅到現在 你有沒有換過房子 我常年都住室舍 我是在 九十點左右 在台中買了一個 自由住宅 你認為一般人 在他的 中期的生涯當中 會不會經常要換車 合不合理 換車啊 會嘛 那要不要換屋 一個房子可不可能 從你結婚開始 到你退休之後 你住的房子都一樣 可能要看買的時候經濟狀況 然後 居住狀況 有條件的話 合理來講 包括像汽車 像住宅 這種耐久財啊 也會因著我們 時空背景不同的改變 我們會去調整 會有一些思考模式 那其實呢 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你請教的 就是目前呢 在於現行的財團法人啊 當中呢 我們有民間捐助的 也有政府捐助的 那當然接受過審計部 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審計內容的呢 是公設財團法人 目前公設財團法人 送你們提供的資料 有158個財團法人 158家 對 那麼其中受到審計部監督的呢 有9個 那麼以這158個來講 它的基金總額呢 是高達2579萬餘元 那麼你們有到審計部 有涉及到規範 它的預決算編審程序 依法律規定要送審計部審核的 有9個 9個 以數量來講呢 佔百分之六 那麼以金額來講呢 佔將近兩成 那當然啊 為什麼數量少而佔的比高呢 當然因為我看了一下這些基金 這些基金呢 都是重要的基金啊 譬如說 比較大的 最大的是外交部的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有163億多 最小的呢 是中央通訊社 5億多 不過每個都是越來越去啦 請問一下審計長 當你們在監督 看賽這些 由政府出資 成立的公設財團法人 你們審計的重點是什麼 是的 在目前158家裡面 這9家呢 在他的設置條例 或是法令規定 他的這個結算要送到審計機關 來審核 所以我們每年對這些財團法人 我們會派人去做一個戳查 你是說9個還是100 這9個 這9個我們會派人去戳查 那你們的結論是什麼 你們怎麼審計他 是的 在戳查以後當然 包括他的這個 財務報表 是不是 有經過一個適當的監督 像說會計書簽證 然後經過他的董監數 那你們會審著他的設置目的 跟他實際發生的效果 有沒有達到他的設置目的 還有他本身的這個營運的一些績效 因為這些財團法人 政府每年都給他相當大的 捐助或補助 那麼他有沒有達到他的營運的效益 績效好不好 那比較常見的問題毛病都是哪些 這些常見的問題 像說我們在監督以後 這9個都有在審核報告 有把它列出來 像他的這個設置目的 還有他的這個本身的一個績效 經過評鑒以後有沒有達到 他的應有 那目前你認為這9個 都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還有 自從採演 他自從採演 有沒有達到一定的一個規模 這個都是我們每年在審核的一個重點 那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這9個基金會做你們審計的 你們都認為他有持續存在的必要 而且都能達到原來基金設立的目的 跟宗旨 是不是這樣 這9個當然我們每年審核結果 或多或少我們都提出一些 希望他在各個面向來繼續強化 那我們覺得說像這個他的結算 透過審計的 那麼他的重要性都還夠 導致這個其他 這個140幾個這個財產法輪 這個部分因為他要達到50%以上 這個他的這個預算才要送到 依照預算40條 才送到大英來 那很多達不到這個標準的 可是政府也還是給他一些補助款 或是委辦監會 那他本身的營運量又很少 然後他的這個本身的說出規模 也不是很大 所以像這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其他149個 40幾個這個財產法裡面 其實這中間比較有尊鑿的 這個是這些基金 謝謝 審計長你也說出我心中的疑慮 你可以158個 你們審計部可以管9個 你們自然的會去嚴審 會就他的績效率評估 對他的一個財務狀況 是他所擅長的預監機閣 但是另外的149個 誰管 歸誰管 原來設置的主管部會 他當然第一個是他的主管機關 那照這個預算法的規定 如果說他的這個監柱的百分比達到 50%以上 照預算法41條 那麼他這個本身的預算 還是要送到這個大宴來這個損益 那結算的部分也是送到大宴來 所以最中間還要看他這個監柱的百分比 了解 百分之五以上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主要還是由原來設置的 他的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去監督 對不對 還有再包括大宴 然後我們立法院去監督 好 那我就告訴你 我立法院看那149的見解跟你不一樣 目前我們關於這個公社財產法人 他的確對於政府的行政來講 組織來他較為靈活 可以擺脫我們行政課程的限制 即時的跟社會互動 但是問題是 目前公社財產法人跟所有的財產法人 一樣在我們民法的規定 甚至行政院版的財產法人草案當中 他董事一旦選任完畢 財產法人是不是能夠遵循目標 因為他是封閉式的 現任董事 產生下屆董事 那麼如果是政府捐助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當然政府可以派 但是你派的部分 也看你的比例 是不是能夠掌握絕對的多數 所以我個人在看待我們 由非收 我們審計部來審核的這149個 我們考量這五個點 能不能達成他設置的目的 政府的補助金額 或者後來持續的捐助金額 能不能妥善運用 使用有沒有核目的性 然後呢 有沒有存在人員腐爛的問題 最重要的 他封閉式的董事會的選任機制 往往會造成的 後來政府會不會對這個董事會有失控 那我這裡呢 整理了資料 你們另外這149個 我看了一下 最早的 從民國40年開始 我剛剛問你一下 說自有住宅 一般多久會換一次屋 一輩子住一棟房子的人是不多 通常我們跟著我們的需求會去換屋 結果呢 沒想到我們的基金會 我們的公社財產法人 一旦成立之後 幾乎沒有結束的 幾乎沒有結束的 勉強幾個 郵政協會 電信協會 我看到的資料裡面 他捐助到目前 後續的這幾年來 持續的捐助沒有 補助沒有 完全靠知識在支撐 而且他的知識也很少 對於這樣的公社財產法人 你認為 雖然不在你們九個審核當中 你認為是不是應該予以清算 或予以整個盤點一下 是的 我跟委員報告 這中間 一個政府的掌控能力 這個高低 像說50以上的監督 還有大宴 還有部分九個是我們 那部裡面 我們這幾年 其實對這個財產法人 有下過功夫 就是說 早期 這個建築百分比 沒有一個規範 所以今天本來是百分之百 可是後來被稀數掉了 他賺的錢變成說他自己的錢 那這中間 我們大概記得應該在五年前左右 我們有去導政以後 那就畫一個公式就是說 你政府本來今天的百分比 不能夠被稀數 將來他賺的錢 要賺的百分比算公家了 所以在透過這個導政呢 有百分多已經快輸控了這個財產法輪 又把它再把它 有 我有看到這個趨勢 後來政府持續的捐助又把百分比拉高 多數是拉高的 這段事實上是部裡面 這是怕失控 那那些已經沒效的 當年成立五百萬 到現在還是五百萬 這一種的 請問一下現在定存的利率 兩年期的多少 陳議長你知道多少 定存大概一%左右 一百萬一年一萬塊 五百萬的支息 一年五萬塊 一個五萬塊的公社財產法輪 他的支息 沒有政府的 捐 後續的捐助補助 沒有政府的委辦計畫 五萬塊 這個基金要做什麼 所以事實上 像委員提示就是說 有一些 它的營運量很小 或是它每年 這個營運結果 都發生這個短數的 那顯然是說 它本身的一些 住主財源也不足 這一塊 事實上 我們也每年 在這個總結審的報告 對這個一百四十幾個財產法輪 我們有歸納一些 這個重要的 我希望陳議長 這個就有努力了 那我現在告訴你的就是說 我的認為 這些年代久遠的財產法輪 是不是發揮有應有的效能 他的成立目標沒有達成 階段性目標如果達成了 就要退場嘛 對不對 錢還是回到政府手中嘛 那如果有缺失 根本沒有辦法改善的 那也應該把它解散嘛 是不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公社財產法人 他的效能 存續的必要性 人員浮難的情況 我剛剛講的是舉個五百萬 我剛剛講的是舉個五百萬為例 但是我們看到當中 比較屬於 我抓那個陳議的時候呢 大概比較小金額的 那麼目前呢 他持續啊 大概政府都在握有大概八九成以上 百分之百的很多 那我只是隨便找了一下 這些這些財產法人 這些財產法人呢 有些我根本看不出他在做些什麼事情 審議長另外我隨便列舉了這幾個 你能不能告訴我任何一個 台灣省同軍文教基金會五百萬 到現在還是五百萬 政府百分之百捐助 現在呢每年沒有在捐助 也沒有任何的委託 你認為這個基金會能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呢我告訴你啊 有些基金會還是能做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四萬塊錢的公務員 他和一些基金會啊 財產法人 公社財產法人的基金會年中比較 公務人員呢 假設四萬塊 他的年中獎金是 這個價格 這個價錢 這個金額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呢 你看 他的年中獎金 跟他實領的薪水啊 是一樣的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華公文工程師 那我請你看一下呢 這兩個公司有什麼差別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呢 他創立的時候呢 就是一千九百萬 然後呢累計啊 目前呢 他的政府呢 是一千萬 他是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 中華公文工程師 當時只有八十五萬 現在呢 是已經是高達 七億兩千 七億兩千四百八十四萬 他的基金如果夠大 他的知息就夠多 福利就會夠好 那我不是說這兩家呢 沒有效能 我只舉例呢 希望呢 審計部啊 能夠以後啊 你們的審計報告 除了那九個之外 持續的對行政院 這一百四十九個基金會 你們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胎除 我隨便抓了一下 一共呢 超過一億的 目前啊 目前他的累積基金啊 超過一億的有三十五個 而且是指政府掌握 九十五%以上 五十到九十五的我還不算哦 九十五以上的就有三十五個 就有三十五個 那這三十五個人 因為他有一億以上 他的知息相當就可觀嘛 至少養七八個人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基金會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發揮效果 不知道 還是說這七八個人養在那裡 反正有錢照領啊 這個基金會啊 這個公社財団法人呢 他就不會消滅 因為有人領錢 有人當財団法人的董事長 有車馬會可以領 這樣的一個公社財団法人 還有很多 審計部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情況 是的 在這個財団法人 像說其實大燕過去也有結議 就是這個財団法人 這個新租的一個問題 包括這個新租還有獎金 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改善 那這個是大燕的結議 那我們也提出像類似的意見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小事 那這一塊都事實上 這個他們已經 會從有關機關 要 他們要訂一個獎金規範 而且要報到他的這個主管機關 來 被查或是核定以後 做這個新租有一個規範 那另外在財団法人 我想覺得 我們長年來一直在關注就是說 財団法人法 一直沒有辦法來 這個 訂訂 來把它訂訂出來 如果財団法人法 透過在立法的時候 對這些財団法人法 怎麼樣在民法 跟這個公股建設 公家建設的這個 這個財団法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這個監督的一些基礎 希望在這個財団法人法 謝謝省議長 財団法人法的草案呢 我們立法院會繼續努力 會要求行政院 趕快把它的版本提出來 但是 有一點 我覺得 野哥請教你的意見 單純現在149個 行政院所設的 這個公設財団法人 本身 是不是就應該進行個全面的盤點 凡是年代久遠 或者說當時設立的目標 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 或者說目標雖然不能達成 但是績效不髒 是不是應該一個個來檢討 以以來清算 你同不同意這樣的一個論點 我同意 我們省議官 你也在最快來加一點力道 另外呢 行政院未來也應該對所有 要新設立的財団法人呢 不要等到財団法人法 通過再來處理 行政院本身 就應該可以制定個內部的規範 凡是呢 捐助章程 就要明定起器即限 譬如說就十年 十年到了 如果還有繼續運作的必要 那你繼續透過設置的 要件程序 重新 不是就繼續設置 如果沒有達到 甚至未達十年 如果消滅要件達成了 就把它消滅 如果 十年到了 階段性的目標達成了 沒有繼續設置必要 就自然的解散 你認為 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不是比較有助於行政院 來管理這149個公設財団法人 是的 這個委員主教的這些意見 我們將來在做一些盤點的時候呢 我們願意把它納入參考 一起來 怎麼樣提供給這個主管機關 來做一個 再改進的一個重點 好 所以我的重點就是說啊 其實呢 我在看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啊 到目前為止呢 清查出來的公務預算 明年可以編入的啊 只有42億元 這42億的公務預算 要現在的公務機關去執行 想當然了 他們沒有辦法完全執行 他需要靈活的設公設財団法人 但是又繼續創設公設財団法人 舊的公設財団法人 你置於何地 資金放在那裡浪費可惜 所以呢 我個人呢 是希望說 審計部能夠就這個方向 能夠將舊的公設財団法人 做個清查 讓資源跟空間 讓未來我們行政院 因應新的政策需要 可以更靈活有效的設置公設財団法人 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 我們願意來做 找後面來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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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院會 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審核報告 即 中央政府流域中和治理計畫 第一期特別決算 審核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度 至104年度 案之諮詢 均 中華民國103年度 至104年度 按交財政委員會 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 2. 將各委員會 發言紀錄 及書面諮詢函 送審計部 請就位答覆部分 予以書面答覆 3. 已提出之書面諮詢 尚未登載公報者 一律補刊 明日10月4日星期二 上午9時 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請就位於 於是 我會議 請就位於 請就位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